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睿智的人早已看待一切 低头做事 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 人与人相处 从苦到今都是一门大学问 离得太远了 关系就淡了 可靠得太近了 恩恩怨怨就来了 有人说 成长就是渐渐学会沉默 不动声色地过自己的生活 今天盐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学会沉默 做好自己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盐安再次感谢加入深夜读书的会员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 我会更加努力的 同时盐安想提醒一下 如果你加入了纯起氧 并且想要定制会员视频等等 请及时联系我的商业邮箱 如下 来件请备注您在YouTube的ID 盐安在这里等你哦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懂你的人不言而喻 人活在世上 难调众人之口 你再怎么善良 再讨厌你的人眼里 你就是假惺惺 你再怎么付出 再不懂感恩的人眼里 你也只是个外人 你再怎么努力 优秀 再喜欢嫉妒的人眼里 你就只是运气好 你再怎么大方 在资助弊教的人眼里 你就是小气 常言道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懂你的人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 我命若有终会有 我命若无不强求 生活本就不易 不必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 别人想什么 我们控制不了 别人做什么 我们也强求不了 我们的唯一可以做的事 便是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的事 走自己的路 按自己的原则 静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 不懂你的人 百口莫辩 在这个世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悲喜并不相通 理解你的人并不多 有时候做人做事不解释 生活反而会好过得多 同理 在社会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和个性 不要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改变他人 更不要试图控制他人 不要要求他人理解你 别人没有这个义务 懂你的人不解释 他们也会理解你 不懂你的人 越解释越误会 麻烦会越来越多 因为你越描越黑 说不清就别说了 解释有时候确实可以消除误会 获得理解 但有时候 别人也可能将你的解释 理解成一种掩饰 有一个认识多年的读者朋友 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穷 读了两年书就辍学了 成为质疑场流水线上的一个女工 但她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 喜欢阅读和写作 平时下班的时候 她就常常在宿舍里读书写作 常常省下生活费 去买书来看 偶尔车间休息的时候 也会带书去阅读 但在文化水平都不高的车间里 这样的行为 显得和大家格格不入 身边的工友都无法理解她 甚至有的人会故意在她面前 都抵得过在车间加班加点 好几天的工钱 而现在她不在流水线上工作了 而是找了份清闲的文职 兼职写稿 当副业 那些曾经在车间飞翼过她的人 现在都羡慕她可以逃离流水线 还能比较轻松地养活自己 这辈子不求多少人理解你 只求不辜负来这世界一趟 多多善待自己 做好自己不解释 与其和不值得的人浪费时间 不如留下时间来充实自己 是非对错 人情冷暖 最终交由岁月来告诉你答案 做人无需解释太多 你会发现吃力不讨好 累的是自己 如果是对的 何必解释 时间会证明一切 如果是错的 无需解释 时间会修正一切 做人不解释太多 是智者的选择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 并不影响她的耸立云端 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 并不影响她容纳百川 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 但没有谁能取代她 作为承载万物的地位 人情世古 总是那么的纷繁复杂 人与人相交 若是懂得 何必多言 若是不懂 又何必解释 懂得的人无需解释 不懂的人 更是不必解释 活在世上 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有人理解你 就难免有人不理解你 有人相信你 就一定有人质疑你 你没办法去决定 别人怎么想 怎么说 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为人坦荡 处事清白 不需要解释 只要尽力而为 也就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做好自己 村上春树说 不是所有的鱼 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圈子 就有不同的生活 不懂你的人 对他说再多 也是废话 别去浪费时间 做好自己就好 其余的 交给时间 不要跟那些嘴欠的人计较 过得好的人 都在忙着享受生活 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才会试图 用自己的刻薄 消去别人的幸福感 活在世上 不管你多么纯粹 在一些人狭隘的世界观里 你就是复杂事故 不管你多么善良 在不懂得感恩的人看来 你就是愿意 你聪明 会有人说你圆滑 你努力 会有人说你靠运气 你天生乐观 会有人说你 假情假意 你再完美 也难以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何苦太在意他人的评论 坚守自己的内心 做好自己 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 真正懂你的人 即便你不言不语 他也能心知意会 而不懂你的人 纵然你喋喋不休地解释 在他眼里 也只是不屑一顾 倒是累到你自己 吃力又不讨好 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 不需要别人理解 同样别人的生活 也是他们的 不要对他人的人生 拼头论足 做好自己 一切随缘 任何一种关系 懂你信你的人 都无需解释 反之解释多少 也无意 时间在变 人也在变 有些事 不必解释 信任与否 就在人的一念之间 活出自我来 懂你的人 不必解释 不懂你的人 何必解释 先做人 后做事 做善良之人 行善良之事 放平心态 禅学典故中 有这样一个问答 昔日寒山问曰 世间有人傍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恶我 骗我 如何处之乎 诗德曰 只要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是啊 人生在世 不争 不理 不解释 人生道路 才能越走越宽 越行越远 生活是自己的 你想怎么过 就怎么过 永远都不需要 向任何人交代 不需要把自己 框在固定的架子里 也不需要 跟没必要的人 多费口舌 不必因此 妄自菲薄 更不必为了 迎合他人 而委屈自己 做人做事 无需人人理解 只求自己 问心无愧 要永远坚信 懂你的人 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人 不必解释 做好自己 开心地活着 不失 为一种幸福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